這個嘉義者結婚到的團佈連 是訪入的婚臨的九十五街 已經有十三間的學校來聽口 像這個塞禮的文昌國秀 有學生起過的客人家 起過的所在 以方先聽口一天 如果塞禮的農工的禁修部 有一個學生跟這個客人家住在一起 第一次的台減專養成客人 所以禁修部三年級 總共七十一的學生 以方先聽口六天 本年管政府就怕這個疫情會來打開 所以宣布直接開始 禁止看管事業 到學多年到比較流行 本年不可以在農工 有進修部的學生比較進 是因為大作為的情人比較進 香港的理財全用性 還好光臨停止進修部的庫庭 在年級七十一位學生以方先聽口六天 禁修部的學生採這個遠距教學 這個學生是在隔離期間陽性反應 所以說我們最後的決議是日校的同學 就照正常的上課 感染完比較定時來自家裡 虛煙的團佈連 稍微去分寧館告訴款 累積有十三間學校以方先聽口 三月二十一分佩是非三個秀 水產零個秀 雷倫個秀是一個班結天空 因為有比較真正是老司去教學生 三月二十二北港古中四個班天空 因為老司的加二千人比較進 另外有五間個秀天空 包括倫北、庚慶、華南、銀河、大秘個秀 因為跟比較真正有這麼巧 那才是跟比較真正起過秀工的地方 三月二三中期個秀 以方先天空一天也是起過秀工的地方 三月二十四才來門村個秀天空一天 當南國中兩個班天空 因為起過秀工的地方 三月二十四日的部分 只有水產嶺繼續在停客 其他都已經復客了 那今天文昌國小跟東南國中的部分 它是自主性的高規格 預防性停客 關府也煩惱 夜間繼續擴散 所以全國現在開始 尖田看管設校外交學 比也更嚴重 還有各種交流外交 就是要來保護學生感受未到北斗的風險 哈囉 大家好 我是乃魚 要交給大家兩個任務 第一個 華視新聞的臉書專頁 你按讚了嗎 還有華視新聞的YouTube頻道 趕緊訂閱起來 還要記得按讚開啟小鈴鐺喔